西市珍宝保护不利 台北故宫博物院再出诸多作业疏失 连年过失却连年认错但不改 这次的活动非常成功 也许是因为同仁太过兴奋 忽略了标准作业程序 故宫对于文物的保存 至少是用玻璃框 你框起来 况且要固定 我们经常看到 它有一个固定的丝线放在后面 那这一次台南美术馆 各位看 第一个没有丝线 第二个没有框起来 那你第三个 距离那么近 世界上有哪一座博物馆 是这样保存或者运送文物的 自从故宫变成了台湾化以后 他渐渐地他否定了中国文化的瑰宝 那其次 为什么他会轻忽这种态度 看看几任故宫的 全部都是生理学者去担任 他们哪有什么学问 几乎都是政治仇用 难怪一天到晚会出事 我会轻转的